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新店警分局安康派出所 日前就接获有民众报案 表示在耐上认识了一位投资老师 以教学名义要他投资股票和虚拟货币 在陆续汇款之后 惊觉有意因此报案 警方在得知诈骗集团又再次要约面交时 前往现场埋伏 当场逮获两名炸气车手 本所于新店区安德街某便利商店 等待车手出面要需款时 当场来捕犯贤两名 取出手机两只 虚拟货币买卖契约一份 全难依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罪 以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新店警分局指出 报案人已遭诈骗565万 因为诈骗集团实随之位 又再次想以账户无法提领 跟交易程式被冻结为由 要求需要支付保险金 才让报案人觉得不对 因此向警方报案 遭逮获的两名炸气车手 依社七级洗钱防治罪 以请侦办 新店警分局也再次呼吁 网路投资理财诈骗多 务必要依循正常管道 如果遇到可疑诈骗资讯 多项周遭亲友询问 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与110报案电话反应 才能防止自身财务损失 记者陈小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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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